周三伊斯兰国武装声称极落约旦飞机 并在叙利亚北部俘获飞行员 但美国表示 证据显示 伊斯兰国的说法并不真实 利用飞机坠毁的不幸事件 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对于伊斯兰国 美国现在有了新称呼 美国国防部表示 今后改称为Daisa Daisa一词与阿拉伯文中的 采塔一词发音相似 更能反映人们的愤怒和谬视 道琼社报道 可口可乐未来几周 将在全球裁员至少1000至2000人 成为15年最大寿生行动 并加强控管预算 迈向尊杰30亿美元计划 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大海啸 造成南亚多国约20万人死亡 印尼就有17万人丧生 海啸重灾区 雅琪省有近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在雅琪省班达雅琪的沿海村庄 幸存下来的民众举行追思会 表示能在海啸中全家生还 要感谢神机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